大家早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我跟大家做一个很简短的分享 那我想我们在学习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 我想首先呢 我们先把它摆在我们现在所居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环境当中 看看这些我们从历史当中 从这些历史人物当中所学习到了 怎么能够apply到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想先用这个科顿马瑟 它是在17世纪的一位 美洲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位清教徒牧师 我是最近才看到这个quote 我很喜欢他的这段quote 我先跟大家分享 他说父母对孩子进行基督徒进钱教育 是一切的一切中最为重要的 虽然其他方面的知识正前所未有的 越来越受到吹捧 但孩子们没有这些知识 也可以获得永恒的幸福 然而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中 进钱教义的知识 比其他知识重要千百万倍 我想用这个先set up 我们今天分享的foundation 那这个星期我们assigned reading 是那个世界观的故事的第34章 我也想用这个C.S. Lewis的一段话 也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 他说危机重重 那这本书呢 是C.S. Lewis有一本书叫 The Script Tape Letters The Script Tape Letters 翻译成中文有叫魔鬼家书 也有说叫地狱来红 非常有趣的一本书 我很建议大家去读 它实际上是两个魔鬼之间的对话 是一个很senior的魔鬼 一个资深的魔鬼 写信给一个junior的一个比较年轻的魔鬼 然后教导他怎么开展 他的魔鬼的工作 怎么来攻击他们的敌人 其实他们的敌人 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 然后他的这段话 其实他说 我上面有中文的翻译 那我给大家念英文 因为我觉得他英文写的是 非常的贴切 他说 所以What I want to fix your attention on ix your attention on is a vast overall movement towards the discrediting and finally the elimination of every kind of human excellence moral、cultural、social or intellectual and it is now pretty to notice how democracy is now doing for us the work that was once done by the most ancient dictatorship 这C.S. Lewis我真的觉得他的见解 非常的一针见血 这就是exactly我们现在所经历的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就是危机重重 那我们来看一下加尔文与基督教教育 我今天所分享的主要是从一篇文章 是郑牧师给我的一篇文章 下面有这个link 这篇文章就叫加尔文与基督教教育 那提起加尔文你会想到什么 刚才郑牧师也提到了 他是一位基督教神学家 可以和奥古斯丁 可以和马丁路德阿奎纳相提并论的 基督教神写家 而且他也是一位改教家和牧师 那个郑牧师在讲那个教会历史的时候 有讲宗教改革的时候 有对加尔文有很详细的介绍 讲了他在宗教改革方面 做出的巨大贡献 以及对后世深远的影响 所以很建议大家 如果没有听过那个宗教历史的课 可以再去回顾宗教历史的课 但是把他看作一位教育家的人并不多 很少有人提到说加尔文是一位教育家 而且就是说在很多现代所编辑的这种 关于教育家的书籍里面 你很少看到加尔文的名字 但是你会经常看到达尔文的名字 说达尔文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但是德意神学家 在他所著的加尔文传里面 他特别强调了加尔文的教育家的身份 说他是神学家传道人同时也是教育家 教育家和政治家 然后这个Liberty University 就在我们Virginia Liberty University的创办人 在他写的宗教教育家概览里面 他也把加尔文列入了26位宗教教育家的行列 那我们很快很快地回顾一下加尔文的生平 我在下面写了这个Source 是从政务师的教会历史课程里面 我把它挖出来 大家可以再去看那个 要了解更多加尔文的生平 可以再去看那个政务师的 很精彩的这个教会历史课程 他是1509年生于巴黎 然后在12岁的时候就进入巴黎大学 然后那时候实际上是他爸爸安排了 想让他当当律师 但他后来有一个信仰上的很大的翻转 然后因为信仰的缘故 他1533年逃离巴黎 在26岁1536年的时候 他就出版了他第一版的基督教教义 也是后来宗教改革最主要的系统神学代表作 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然后他后来被邀请到日内瓦 去做宗教改革方面的工作 1559年他创办了日内瓦学院 叫Geneva Academy 后来成为训练欧洲各国改革派领袖的一个大本营 这也是从政务师的教会历史课程里面摘出来的 他说这是第一间的新教大学 加尔文深深的体会教育的重要 从圣经中他从严经中他清楚的看见神的荣耀 不止在拯救灵魂 全世界都属乎神 连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都是神所关心的 因此无论是政府人员 医生律师或其他的行业 都需要认识神 这就是我们现在这次我们讲了各个山头 各个行业 加尔文提出来 全世界都属乎神 需要荣耀神 我们需要提供荣耀神的教育 那我想今天主要讲一下 他所创办的这个日内瓦学院 这个宗教改革家诺克斯称之为是 自使徒以来最好的基督教学校 也许我们以后要创办 因为我看到我们在教育这个山头里面 弟兄姐妹都在讨论 我们要创办自己的基督教学校 我们可以采用这个日内瓦学院的一些章程 作为我们的mission statement 1559年正式成立的日内瓦学院 校长和牧师是由牧师团提名 但是教师必须是信仰纯正 具备神学基础 而且善于教学 有两个部分 它有一个初级学校 相当于是文法学校 修16岁以下的学生 然后它的高 还有一个高级学校 其实就相当于大学 就相当于是大学和神学院 有神学 有法律和医学 然后他要求每堂课之前都要有祷告 结束的时候大家要供送主导文 背诵主导文 信仰告白和实践 然后学生一周要三次参加成拜 主日两次 周三还有一次 主日主要是要用来听道和默想 那在1564年 加尔文去世的时候呢 初级学院大概有1200名学生 高级学院大概有300名学生 不仅仅为日内瓦 因为欧洲各国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领袖 下面有这些 包括苏格兰的改教家诺克斯 还有法王的导师 还有这个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创办人 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而且它这个影响很深远 包括很多欧洲的有名的大学 像荷兰的莱顿大学 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 甚至间接影响到了 美国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克林斯顿大学的建立 甚至到了20世纪 还有一家美国的改革宗长老会 校法当年的日内瓦学院 建立了一间大学 叫日内瓦大学 是在美国 并不是在日内瓦 那它的加尔文基督教的教育观 第一最重要的 它是说教育的目的 在于认识神和荣耀 他在他的基督教教育的开头 就写到说 我们拥有的一切智慧 也就是那真实与可靠的智慧 几乎都包含了两个部分 就是认识神和认识自己 那在他们那个日内瓦学院的 开学典礼上 他们的校长致辞的时候也说 学校不只是为了教导 更不是为了今世的好处 而是为了神的荣耀 和他们的责任 使他们能够成为 完成使命的战士 所以这是学校的最终目的 然后下面我再很快地讲一下 他们的教育观 我真的觉得这些可以 如果我们要拜所基督教学校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些列为我们的Mission Statement 教育必须以神的道为中心 圣约是基督教教育的根基 一切的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 教育的内容包括神学 还有Liberal Arts 它这里翻译成自由记忆 就是Liberal Arts 其实就是所有的真理 上帝所启示的显示给我们的 各个方面的 全都包括在教育的内容里面 然后经典是教育的最重要的工具 加尔文也提到教育的首要责任在于父母 这个我想政务师也强调过很多次 对于加尔文来说 稍微提醒一下 好 马上最后一页就结束 对于加尔文来说 他觉得基督教教养 Christian nurture 是上帝指定的永生活方式 要借此来成就圣约对儿女的救恩 但是教育也不能脱离圣约共同体 那就是教会 要以教会为大的背景 所以那我就想最后用 马丁路德的一个quote 这个quote我昨天才看到 我觉得它特别的好 我就把它今天用在这里来分享 他说人人都应该知道 父母最重要的职务 是教养子女认识上帝 敬畏上帝 高过世上一切 使他们可以侍奉上帝和人 这是上帝将儿女交托给父母的目的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别的目的了 父母不要一心 只要为儿女堆积财产 上帝能照料他们 使他们富有 无需我们的帮助 这正是他每日所做的 所以这是上帝将儿女 交托给我们的唯一的目的 借此来提醒今天在座的所有的父母 最后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工作不是要产生敬钱的孩子 我们的工作是要成为敬钱的父母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 谢谢Wendy 太精彩了 哇哦 真的我其实现在很享受 每次来学习 哈哈哈哈 然后那个 大家都可以彼此来互用啊 你的东西我也拿来用 哈哈哈哈 所以 嗯 那我们今天谈到教育三头 我就我就不让 我就不分享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教育三头 是谁要付? Selina 你说是谁要来呃 我是Selina 那个Cindy姐妹会帮我这个share screen 好那就要特别谢谢各个三头 特别教育三头很很 其实每个三头都很很active在引爆 我抱歉因为最近实在太忙了 我就你们就自己了 我就没有进去参与你们的讨论 那我就来听就好了 OK 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这个教育三头 可以看见吗? 可以 好的 那我就牧师跟徒学们大家早上好 我们很感谢说 借着圣经世界观的教导 给我们敲响的警钟 所以我们现在说 我们所面对最根本的征战 就是世界观和圣经世界观 就像说16世纪的能不能一样 我们似乎更关注失去的事物 我们对教会成员的牛师 青年团体青年人的牛师 我们深感忧虑 那这些是一个大的问题 但只有在我们认识 自己处于新世代之后 这些问题才会真正的得到解决 那我们现代父母要面对很多的挑战 除了我们 下一页我需要这样 对 我刚刚应该已经到第四一页了 所以可能需要新帝姐妹帮我 好的 好谢谢 这里吗 对 好 我们现代父母要面对很多的挑战 除了教育方面的 以及社会媒体所传递的信息 其实95以上都是跟圣经相违背的观念 但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危机感 以至于我们的孩子如同牧师之前发的一个照片 说青蛙就在锅里被温水煮着 潜移默化的被影响着 那关于教会的真正目的讨论 我们要回到起点 就是说在哪里教育 然后就是两个问题 怎么教育 跟教育什么 我们要拿回神吩咐 父母对孩子的职责 神让家庭能够成为一个信仰和品格的传承 家庭才是教育的主战场 就连公立学校也呼吁家长要参与孩子的教育 否则学校和老师的工作成效就会被大大削减 圣经也说我们要生养众多 那这个养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教育了 家庭就是孩子教育最重要的阵地 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是教育三头 我们被塑造的地方 教育的目的 圣经强调的教育理念 包括三方面生命品格 传能是下一代更爱主 更尽钱被主所使愿 这里我们下一页 就是这里有一个截图 之前一个同学分享的 就爱德华的一个关于说真正的教育的定义 然后他也提到说 灵性道德的成熟 真理和事实的知识 灵性思考的能力 实践的能力和技能 完成目标的能力 和对传统价值观的尾声承诺 那我们思考下一页 教会所面对的挑战 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在很多地方 都有基督教的学校 有幼稚园大学小学 那我们在社会家庭方面 我们有面对怎么样子的挑战 这下面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有一些同学的分享 就是有一些在high school的家庭 就分享到说 因为自己原生家庭 是以竞争为主的教育观的影响 他受这个影响 他产生了一些的压力就比较大 他也希望说 可以跟其他的家长多交流 能帮助调整自己的心态 所以我们知道说 父母是需要受装备的 那有另外一部分 就是无法继续high school的 就分享说 可能家长的暖落 力不从心 然后完全没有后援 那有一位师母分享说 他的孩子曾经推荐去基督教学校 就读过 然后来因为一些的原因 所以他又重新回到公立学校 然后下一页 然后我们同学在分享的时候 有提到一个教育法 然后有homeschool的家长 他说过他曾经有过误区 就是他不小心 就会安排很多的学习内容 然后需要重新挑选 与社会不脱节的教材 引导孩子分辨或者思考 然后有另外一个看法 是觉得说这个理论基础不属理 跟很多心理学一样 有一些是被跟圣经悖逆的地方 那下一页 教会所面对的挑战 我们其实知道说 在公立学校 我们已经成为给下一代洗脑 远离神的地方 美国的教育系统通过几十年的去神 去基督化 现在是被无神论 多元主义 相对主义所占领 它里面的自由思潮就越来越严重 比方说否定圣经绝对真理的引导 不敬畏神 远离神与圣经 没有明确的对错 是非光教育 性教育的不当 还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 能文主义的教育环境下 对能思想的掠夺 好下一页 那很感谢我们同学有提到一个教师工会 这个是我以前是不知道的 所以在这方面就是 关于说教会工会的一些的作用 他说强制收取会费 然后他们导致说教育质量下降 教会工会的资金很雄厚 所以他可以学意支持 推动左派的一些政治和教育理念 然后他也提供了一些 我们上美姐妹也提供了一篇 他在加州就是教师工会的一个文章 所以我们知道看到说 不仅是公立教会 基督教大学也纷纷的 像自由派妥协 好下一页 没有 他就提到说 这个德州商医学院 跟德州的Chester School 他们都有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但是只是他们在处理的时候 有不同的一些的方式 然后诗篇57篇第4节到7节 我觉得我还是快速读一遍吧 就是我们不将这些事像他们的子宣隐 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 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 然后第7节就是说 我们述说给后代听的目的是 让他们仰望神 不要忘记神的作为 围要守神的命令 所以很多世界观都在挑战圣经原则 进化论 二元论 后面的目的都是创造论 有神论 他们高举论 谋杀人 所以有一些父母就是有受过这方面的侵害 就知道说要寻求 要学习一些比较更有效率的一些教学方式 给孩子打基础 然后目的是要让孩子有思考的一些的基础 所以我们下一节 家长要觉悟 就是我们这个解决的方案 可能有两种 一个是去影响这个孤立教会的系统 另外一个是建造另外一个教会系统来看 这样比如说在家教育或者基督教学校 那我们下一节 我们就是第一个我们的策略方案 就是在家教育 父母需要受装备 这样的目标先成为学生 然后才是属灵 学士方面的老师 所以我们将这个homeschool 这个扩张成一个普通的运动 就是我们要离开公立教会 教会在家教育 我们家长应该要拿回 也必须应当要拿回这个教育主动权 所以希望说更多的 这个家庭进行这个homeschool的 然后成为这个社会的这个trans agent 然后我们的策略 就是还有推广圣经世界观 我们要开设家长培训班 从自己先学习装备 然后我们同学还提到说 要推荐各教会加强 对圣经辅导教育的推广 他觉得说圣经辅导 对家庭的关系的帮助很重要 那教会的教育的方向 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建立圣经世界观 建立他信仰的习惯 然后我们成为子女信仰的版样 去管教尊重 然后并且了解孩子每一个年龄段的一些情况 跟他们建立很好的关系 建立一个信仰的传承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要加入这个 分州家庭教育中心的这个微信群 那目前我也有加入了一个 他们是家庭教育一个四到十岁的一个群 然后下一点 我们退其二的一个策略方式 就是我们要从公立学校 慢慢要拿回这个教育的权柄 那首先是关注更多的 这个Chester这个school的发展 然后家长要多多参与 这个学校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活动 就是要在制定的一些政策上面可以发生 然后对一些无法high school跟孩子 或者孩子已经上中学的这个家庭 我们可以参与这个homeschool的这个团体 就是我们之前 他们说现有一个资源是什么 LCC的 然后孩子圣经知识与淑琳的脱节 说明我们父母是需要跟进跟付出代价 我们在各个社会的议题上面 要装备自己 随时按照圣经的真理 回答孩子的各样的问题 那下一点 接下来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如何取消教师工会 对教育的控制 父母需要拿回教育的主权 进行school的school 这个choing 然后形成一种运动 就是离开公立学校 我们要争取的是说 在公立学校以外 政府应该要按比例 把教育经费发送给这个家长 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扶持基督教 私立学校 homeschool跟chester school的这些 然后要推动建立 就是基督教老师的资格教育 培训资格的认证系统 然后培训完之后 可以输送更多符合这个基督教理念的老师 去各样的学校里面去改变现状 然后下一个 第三个最完善的一个策略就是我们教师需要装备向的目标 短期的目标是我们同学有分享说 跟当地教会要配合要办这个学校 那长期目标是从基督教办学的角度说 我们要有第一个要以圣经世界观为基础 然后我们要培训家长成为第一批 这个第一批的这个家长培训班的 然后还有培训这个Chance Agent为目的 就是培养各三头的基督教的导师 然后第三是我们要接受 Homeschool的背景的学生装备 他们将学生输送到各个三头 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建立神和神心意的社会环境 下一页我们的愿景希望建立基督教教师工会 然后我们极力推荐就是郑牧师要成为这个校长 然后这个上美姐妹要成为行政主人 然后我们下一页 刚刚讲到那个一些的榜样 我们可以学习的 学习的 然后我们同学也提到一些 什么进行会大学啊 他们有一些的学校 他们在这方面还是不错 就是没有完全偏你 然后下一页 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前一个书的一个内容 就是里面也提到三学学校 一些很好的榜样 然后刚刚刚刚刚那个同学在分享的时候提到那个日内瓦学院 对他这个也是他说是自使徒时代以来最好的基督教学校 我觉得现在看来我们其实是有很多榜样我们可以继续跟在他们后面继续去去去去推广去跟进一些可能可能有一点开始开始偏的部分 对 然后下一页 我提醒一下时间 可以建立教会可以建立一些本地的祷告小组啊 所以去去看这些对他们有益处的 下一页 对 然后就很感谢说每一个参与教会三头讨论的同学们 也谢谢大家的摆上 那我们继续跟着郑牧师齐心供下这个三头继续加油 好 我分享结束 哇 太 每次听那个小组的分享 我真的是太感动了 其实都可以下课 哈哈哈 我跟你学你们学到太多了 哇 谢谢你还要请我这校长 我一定给你加分 哈哈哈 不过我真的有个感动 就是说呢 我们接着这个课呢 特别是二点年了 我只在这里只是在做搅动天下的哈 啊 我们不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 我们可以都聚集在一起 我相信在座里面 特别在这里有很多都是那个大学教授哈 啊 啊 那我就简单了 啊 好用我自己所一些分享的时候啊 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 这个 education呢 是我自己想的 就是说我们被塑造的地方哈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下礼拜是政府哈 那这个政府的要准备好了啊 OK 就略过这个 好 塑造 你看 特别我们在做这个塑胶的这个模型的时候 你都要有个模具 你进去以后什么型就出来了 啊 你要大的瓶子小的瓶子 那其实学校 我个人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塑造的地方 我个人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塑造的地方 这个设计学校的人呢 他已经把这样的模式已经定在那里了 他说所以要希望经过这样的方式呢 能够来影响啊 所以呢 你可以发现 呃 现在是很有成很久了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特别 我这里讲特别是基督教的家庭 啊 你看看 如果说这是一个我们都有非常 每一个孩子身下都是非常可爱乖巧的 对 这是在家里面 然后呢 到了学校 教会 我特别把学校放很大哦 因为 对时间来讲 学校多了很多时间 结果怎么样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反省的 或许我活在这个世代经过特别去年 我们很多人还醒过来 这边到底是产生是怎么样子呢 那我们讲到七个三童的 其实呢 现在都变成这个样子 啊 学校是塑造的地方 其实呢 你只要把学校三头拿下来 底下就好办事了 因为学校都在训练 未来的政府的人才 未来的工作的 未来的媒体 你都是从学校出来的 所以呢 我觉得 这个三头呢 在这个时候或许 呃 是站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们没有把教育三头拿下来 你直接攻这次话是不长久的 好 而且这个影响力也是不够的 那这是我我我个人比较想想的就是说 当然教会还是最主要的 因为教会给我们这个神学的思想观念来导引一切啊 那教会能够来影响家庭学校 至终能够影响所有的这些三头啊 所以啊 这是我个人一些想法 那我们讲到三头呢 上礼拜我们提到这个迦南地里面 有巨人啊 亚纳族人 这个刚好上礼拜也在中文堂分享这个这个 这个山头的事情啊 你看 迦勒 他就特别选那个山啊 他说把这 他跟耶稣亚说把这三地给我 而且这个山特别是有高大的亚纳族人的 那我觉得这个这个山这个教育三头就是特别有这些 特别这些学术的精英啊 当然这些IVDJ只是一个代表性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巨人 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些巨人给拿下的话呢 我们就很难真的是把整个整个有影响力 因为这些啊 这些学术精英所毕业训练出来的就是在影响所有的山头 那我要用三点来跟大家反省一下 第一个我们就是要重新设置我们到底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刚刚两位分享的同学都有提到了 因为 常常啊 我这个颜色没有改过来 常常我们设立目标的时候属灵的时候都往上 但是其他那方向好像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方向 或许以前我们从来没想过说包括我个人在内对不对 我们说我要成为怎么样的基础 但是学校呢我们只想说我要拿什么学位我要做什么什么 好像很少跟属灵的关系有关 其他的也都是这样子 那其实呢 everything都要同一个目标才行 这是我们要反省的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目的地如何能期望达到呢 所以我们要看到到底你的孩子要成为什么 我觉得这是第一关 第一关我们要先能够打破的 如果这个没打破的话呢 很多事情我们讲的还是白摊 因为你可以发现呢 特别在幕会的时候 父母呢 有什么问题才会来找牧师呢 都是因为孩子功课不好的时候才会来找牧师的 平常好好的呢 其实就不会来了 说实在讲 我们关心孩子是关心他的课业 你他不乖啊 学习 他要看太多那个什么 太多不好什么样 其实呢只要他功课好 我想你觉得那些都ok了 是不是 今天我们父母为什么会来带到教会来 为什么因为他的功课学习不好 那一功课成绩一好 你其实信仰在父母里面呢 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 这是今天我们如果没有打下这样 重新有这样的观念调整的话呢 说实在我们都是白讲 真的 我在幕会那么久了 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到了 一到了考SAT的时候 就不来了 感谢主现在很多 现在很多学校不用SAT了 ok 所以呢 我们必须改变这个 这个目标没有改下来的话呢 你就很难去调整 而且呢 你会发现呢 所有的华人父母都会达到了 因为你的目的就是他有好的成绩的话呢 你有十几年了 十八年的时间在那里 他一off track 他一成绩不好你马上就介入 对不对 怎么会不会呢 所以几乎百分之我想八九十的华人父母 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就是你的孩子上好的学校 因为你有时时刻刻就是在盯着他的学业 可是有没有有谁 因为你的孩子品性或是特别是灵性不好 会来担心的呢 很少 难怪我们没办法产生出能够打仗的属灵的精兵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说这是一回事情 所以我们重新要看到回来看来说 第一个神给我们的教育使命是什么 是属灵的使命 我特别从生命记来看第六章 这里特别提到说 神要吩咐要教导 神吩咐要教导你们这些粒粒典章 就是要好叫你们的子子孙孙敬畏耶和华 所以你看其实谁是第一个老师 上帝是第一个老师 上帝先教导我们 那他教导我们的目的呢 是要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 一生都敬畏耶和华 刚刚那些同学都提到了 ok 再来 第二个是文化的使命 神要我们 用神的法则 律例典章 来管理他所创造的 所以当我们厕守这个以后 你可以在教会里面非常的尽钱 但是我们没有进行文化的使命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影响这地 而且相反的 不是属神能来管理这地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问题 所以神把儿女托给我们 我们只是管家 我更喜欢这个翻译 children are an heritage of the Lord 是耶和华的产业 不是耶和华给我们的产业 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 我们只是管家而已 那我们要把神的产业 还给神的时候 我们能够交账吗 所以没有基督教教育 没有基督的原则 灌输到年轻人的生活中 我们就只是抚养异教徒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醒过来的 我们不是说他就不是成为基督徒而已 而是成为异教徒 在会反过来迫害基督徒的 没有一个中立的 OK 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成为基督徒的话 他就是在反过来在抵基督了 所以卫神教育孩子是 事实上最重要的事业 OK 我真的希望就是说 借着这样的一个课程 借着这个主题呢 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重要性 我觉得我们可以谈家庭 我们可以谈教会 但是教育这个山头 如果不谈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 有点白谈 如果讲的 OK 所以我们要夺回这个教育的主权 We take the authority of education 我想这我们这不用再说了 我们都知道 主权责任 其实有主权就代表有责任 那就是父母 以色列你要听 你这是谁 你要尽心尽力 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 这个你当然只是就是父母背的 但特别知道是父亲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今天 第一个你设定的目标了 是要培养 我们下一代能够敬畏神 那大家就说 那是谁要去做呢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弄清楚 是父母的责任 但是呢 教会也有责任 当摩西在设计这个 祭司的时候呢 他说祭司不是只有做献祭的事情而已 他说要 将耶和华界摩西 吩咐以色列人的一切利利教导他们 所以祭司有这样的责任 你就换句话来说 教会或是牧师 也有这样的责任 来教导我们的父母 然后好教他们能够来教导他们的孩子 所以我们回到 原来美国的教育呢 最初的目的是灌输清教徒的基督教信仰给下一代 所以沿袭到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家尔文这些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用了两百多年的 小学的教科书 在读ABC的时候呢 In Adam 4 在亚当的堕落 We've seen all the life to ban this book of 10 我们的生命要得到修整 我们这要注意圣经这本书 所以呢 其实你看看 现在这些 你所谓的左派自由派 progression 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个重要性 你要教导的话 你要塑造一个孩子的时候 就是要从小来塑造 大了以后你很难了 所以呢同样的 我们要信仰也是要从小就来塑造 在读AEC的时候 就是要把圣经的事情就放进去 这是在美国叫 Nue England Primer 它是1690年的 所以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美国的历史人 是没有公立学校的 在1830年之前是没有公立学校的 而且那时候呢水准很高 基本上都是基督徒 那后来呢 这个是Horace Mann 是美国的公立学校之父 你可以看见 这是他自己讲的东西呢 都已经 今天就开花结果了 正如教会是给中世纪的人 公立学校必须成为给民主和理性的人 上帝将被公共利益的概念所取代 他想建立一种以国家为真正教会的新宗教 并以教育为其弥赛亚进行 老师为祭司 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种都是宗教性的 每一种 每一种思想观念都是宗教性的 你们不要以为说只有所谓的基督教 天主教这个才是宗教性的 所有的思想观念都是宗教性的 因为所有的思想 你都学过世界观你都知道 所有思想都要告诉我们 人从哪里来 出了什么问题 怎么去解决 杜威在美国近代影响更大 这是他自己说的 没有上帝也没有灵魂 因此不再需要传统宗教的道具 孩子上学不是为了发展个人的天赋 而是预备好成为一个有机社会的单位 杜威他所策立在各大创立的师范学院 我们就是在训练老师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一整套的思想观念 今天在我们这个世代让我们醒过了 这是Chuck Coulson里面的书 我就不多念了 其实你可以 当我们在重读他的书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这是二十几年前他想的 那多少人会pay attention 他当时候所写的东西呢 那或许在2020年之前 我们会有这样的觉醒 所以我觉得很 我想这个很多Chuck Coulson也好 我也很高兴去年发生这些事情 不然的话呢 说实在的 我们也不会去谈这些事情 Chuck Coulson这本书呢 我以前在读的时候 我太太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 他也没怎么读 最近他因为上1.0的时候 他也开始读了 他才吓一跳说 蛤 这些早就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学校呢 是在透过这些社会工程 通过警告学生对抗父权制 就是种族主义戒指主义的斗争 来赋予学生权利的一种手段 所以每一种的作为 后面都有一个信念 那个信念才是重要性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观 为什么那么重要 其实每一种主义 才是powerful 你那个武器呢 算也很重要 但是你那个主义思想更厉害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责任是谁 责任是父母 教会的责任 那要教什么呢 继续他这里讲到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但后面有这叫尽义 OK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你看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讲到这个基督教教育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 我们就把它分开掉了 但是神是我们 everything 所有全人全心全意 都要爱耶和华 美国公共教育的下降 不是由于教学质量差或缺乏资金 这是由于教育理论 否定了超自然的真理和道德的存在 放弃了卓越的标准 最终使儿童变得难以受教 如果我们希望改革教育体系 我们必须提供另一种决定性的世界观 及基督教的世界观 这将产生一种能够改进学校的教育理论 适合全体学生 我这里其实也希望挑战这些我们学教育的哈 其实还有很多要去重新去redevelop 怎么样把基督教的一个信仰呢 能够放在所有的学科里面 而且能够变成一种教材 虽然你说现在homeschooling有很多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去发展的 因为这一块呢我们实在是 我们轻忽太多了 我们所有的都是在讲到神学的理论 都是讲到所谓灵性的 但是呢我们缺少太多这外面的这个其他的理论 所以呢教育是属于世界属灵征的一个主要领域 我们应该带入基督教世界的战场 打倒敌对者的力量 并为基督夺会整个心智和精神领域的领土 有一次我们在带孩子 寺庙要带礼拜五晚上 我们那个junior hire的 我们要带他们一个program 今天我太太就跟他说 今天我们要用来学science跟科学跟信仰的关系 这些孩子说哈 这个信仰跟科学也有关系吗 就带到一个很鄙视的观念来看待信仰 所以呢这是我们要打倒的 而且也是我觉得我们已经顺服太久了 我们自己把这个信仰给给锁在这个里面 所以呢基督教教不是乌托邦式的 不假定 就是说基督教的真理呢 是已经有一个启示的真理 不是自己去寻求的 我们要把神启示的真理呢 要交给我们孩子 而不是通过这些进化论啊 自己是想象出来的东西 对就刚刚提到 这个Hamilton他说 我们教育的目标呢 是要repair the run of our first parent 你看说实在的 我没有读到这之前 我也没想到说 教育既然孩子跟信仰有那么多关系 我觉得这是连我们自己都要重新是思想的 你这么多年的每一年每一个学科跟信仰 跟这个真理 神的真理也没有放进去 所以呢我觉得呢 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发展的 能够更实际的更多的 能够从圣经的世界观去看所有的科目 我这里只是列出一些的 It's more to find OK 我觉得呢 这是我们没有尝到主恩的智慧的时候 我们就以为信仰只是在这里 我们太多的神学院所这些的 都是只有在这里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都放弃了 其实你最近有没有 我就在群里面真的很好 大家可以彼此分享很多 像不是说Oregon有一个说 连数学都是这个有种族主义吗 所以你可以发现呢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有中立的 当你要推行一种思想观念的时候 它会进入到每一个领域 我女儿都是比较学音乐的 他们最近音乐都也都是 连orchestra 连这些东西都在被cancel 都在被批判 为什么这个管学音乐团 没有这个黑人的音乐 为什么管学音乐团都是白人 没有 所以你可以发现 同样的 当一个思想进来的时候 他不会让你乖乖的有一个领域在 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就很自满于说 哎呀我就在这里 然后其他的 这可以是独立发展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要重新躲回来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观念的话 我们可以办很多所谓的基督教大学 基督教学校呢 那我们还是只要model它没有用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有很多基督教学校 就是走这个model 对我多了圣经啊 我多了圣经品格啦 但是你在学习这些学科的时候 圣经是摆在一边的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aim for 而且呢我相信如果说我们从这一代呢 开始更多在发展这个呢 会造福更多下一代 而且呢其实这不就是荣耀神的地方吗 让世人看见说 原来圣经怎么样在各个方面都能够来荣耀神 所以呢我最近看到一本书啊 他叫做The Primer Park 他写的很有意思 他说呢我们需要一个全视野的眼光 理智和心灵并用 因为通常我们想到教育的时候都想到理智的 mind 我以前也是在谈谈谈我们要reclaim这个mind 那他本身是一个教育家 他说呢其实呢我们需要两只眼睛 一只眼睛是mind 一只眼睛是什么 是heart 两个眼睛一起同样看到一个 只有看见整体 所以我们和我们的世界才会完整 我忽然就看到 呀 很多时候我们一谈到教育的时候 你在就是这种mind training 我们就失去the heart oh heart 是在心灵方面的 是属于灵性上面的事情 那其实呢两个都要一起用 所以他就引用了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要重新设定我们目标 第二个呢是重新什么 我刚刚讲 这个authority 职责还有要教的东西 第三个呢 我也是引用他书中的一句话呢 他是用一个第四季的一个神父 他说教育呢就是要创造一个操练顺服真理的空间 to teach is to create a space in which obedience to truth is practice 很有意思 教育呢不是单单的吸收一些 而是要创造一个环境去操练顺服真理 我们看看 ok 这是我引用他书中提到了 一般的教室呢我们都是在课堂里面在准备 we prepare 然后用过去的知识 prepare什么呢 未来到世界上去到社会里面去present that's the future ok 然后呢现在没有呢 how about the present reality 好像你今天在学校呢是另外一个特区 是跟社会脱离了 以后是才进到教会 在才进到人群里面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啊 我们孩子们进了这个所谓的社会以后 他没法适应 呀 啊 因为在学校里面都是peer 而且在学校里面呢 其实很多时候好像就是说啊 这个是反正在学在prepare嘛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呢 我觉得从这个观点里面呢 就跟圣经讲的很有意思 我们再看 课堂上发生的事情呢 应该就是世界上真的发生的事情 我们在课堂里面彼此和学科联系的方式 会反映塑造主导我们和世界联系的方式 非常有趣 我们常常在提到说 常常会问人家说 这个homescreen 你以后会不会有这个socialization的问题呢 其实我常要访问呢 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公立学校造成孩子 这个socialization的问题呢 有没有看到呢 我觉得那才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不是吗 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讲座 讲到青少年沉迷于这个网路也好 或者是这个态度学习各方面 我觉得 为什么这些人不去问这些问题呢 那常常会问到说 homeschool的时候呢 为什么就有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要重新去思考的 因为 其实现在的这个学校的环境呢 是separate the world OK 反而是造成很多没办法去适应的 所以呢 他这个 这个作者他就听到说呢 这个 我们应该是一个真理的 community of the truth 你在学习的时候呢 你就要让他 等于在世界上生活一样 那你这样的观念来看 你的学习就 不就是跟社会脱节了 那圣经不都这样教导吗 我今次吩咐你的这些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起来交等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走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迎送 戏在手上做记号 戴在额上做经理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和你的城门上 所以你看到 圣经讲的学习 不是只有在教室里面 是你的生活形态 你的整个生活形态里面 创造一个可以操练顺服真理的空间 啊 自然他没有提到这个经文 是我自己把它套到这里的 我就发想到你看 所以呢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不是只有在学习数学 学习什么生物学 而是在什么 在操练一个顺服真理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观念 帮助很多啊 你这样的话 我给这个homeschool 更多的一个 一个 一些 因为你 其实在学习就在操练 你有没有顺服你的父母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跟你的 主父母相处 你怎么跟 弟兄姐妹相处 这些都是在操练一个顺服真理的 然后从家里面 再影响到 你的 你的城市 最近我们在 一直在带年轻人 查考 就业啊 我们刚刚读完的这个民宿记 我真的这次又学到很多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上帝要有 以色列人 他们在旷野时候的生活 以会幕为中心 然后各个支派就 扎在安宁 你看很有秩序的 你不能到处乱跑啊 而且都是按照你的支派 宗族 你的家 OK 上帝给他们的规定 不是只有在会幕里 也规定他们在世界 在他们怎么生活 什么可以吃 什么不可以吃 你这个 你这个 安营杂在什么 怎么要维持这个清洁 所以 我就忽然看到说 你看 上帝是 care the whole living 不是只有主日在会幕里面 OK 所以呢 让我们看到 教育实际上一个 做到一个操练 顺服真理的空间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到 时时刻刻都是在 都在教育 好 所以呢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 要去影响的 就是这个就好像 做会幕吧 OK 会幕 然后呢 能够来影响各个领域 你们应该听过很多次了 这是给第一次还没听到的 这是修道院的一个模式 在异教徒 地区建立一座修道院 让当地居民看到基督教日 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修道士们耕种土壤 欢迎访客 并开展的学习和日常祈祷的事工 因此有一种说法是 修道士以十字架 书本和耕作的方式 是欧洲的文明起来 很有意思 而且呢 这里有一个讲的 欢迎访客 我最近常听到这个 我们基督徒呢 要更多practice 这种hospitality 你看那个 我们上次提到 French Shepherd 他的事工呢 就是让人去住在那里 跟他们一起生活 或许其实我们要更多的影响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说开步道会 办什么这些 很重要 但是如果让一个非基督徒 到你们家 到我们基督徒家里面 去住一阵子呢 或许那个影响力 会很大 会很快 如果一个人 住在我们家住一个礼拜 你看看 他会不会更爱神呢 会不会更想认识神呢 还说算了 算了 这是我们可能要去反省检讨的 因为我们很多的活动呢 都是放在教会的时候 我们就以为家里呢 是separate world ok 教室 学校 another world 我们都是分开的 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学习是 所有的都是空间 都是来操练顺服真理的时候呢 我相信 就像好像当时候的修道院这样子 所以沼泽 木质沼泽变成一座影视居 一座宗教房屋 一个农场 一个树导院 一个村庄 一个神学院 一个学学学校和一座城市 我们在学教会历史的时候 你看到 其实早期欧洲的大学 其实是从修道院发展出来的 那很多时候其实当世界这个文化 被毁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重新去建立 就有这个结论 今天的学校教育决定明天的社会 这就是为什么从幼儿园到大学 改革教育是基督徒面临最重要的文化责任之一 我们有机会创建基督教教育中心 这将成为文化复兴的全员 就像中世纪的修道院一样 我其实呢 真的越来越appreciate Chuck Colson 他在这么多年以前呢 他就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蓝图 很可惜 已经过世了 我一定用尽所有的方法 请来跟我们分享 这两个题目 第一个呢 其实我想帮助我 请大家能够帮助我 为什么没有许多基督徒的教会 认识到公立教育的问题 并对此采取行动 如何基督徒的教会回应此挑战 OK 帮助我 我就一直很齐 还是很 我觉得不是在拼 如果你现在孩子还在公立学校 至少你有没有看见这个问题 或者是说 为什么教会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当然我最近听到的有一些 开始有更多在讲 但是我还在想 为什么 好像是不是我这个人 我这个 这个 这个政务师比较想 做怪一样 为什么很多教会不提到公立学校的问题 特别讲到下一代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还是在澄清过去那些问题 我希望大家给我一些input 好 我们怎么样以后能够来帮助更多教会和基督徒 OK 那第二个 刚刚其实同学们也提到了 近程和远程 或许可以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激荡在里面 然后特别从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三个方面 好不好 最后呢 这个上礼拜 我本来想休假的 结果呢 刚好遇到情人节 又同学们这么努力啊 我们就成了一个婚姻预备群啊 我想我也是在做功课了 其实这个2.0这个课程呢 我就希望说呢 大家能够彼此去连结 你记得我们第二堂课